今天重点给大家分享的是仙人指路买卖技法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仙人指路 图中所画圆圈这个位置就叫仙人指路 一个带有长上影线的K线实体比较小 那么出现仙人指路我们如何考虑买入呢 一共有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叫价格的突破 股价突破仙人指路的K线高点 第二个要点 阻力成交量出现放大 我们就可以在此位置买入 买入之后一般都会出现短期的快速上涨 图中所画圆圈这个位置是明显的一个仙人指路的K线 出现之后呢价格产生突破 下方的阻力资金出现增加 我们就可以在此位置买入 那么我们在哪一天卖掉股票呢 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要去看成交量的 我们更多的看阻力资金 它到底是增仓的还是减仓的 只要是阻力资金增仓的我们就可以持有 不论分时怎么波动就可以持有 突然有一天我们发现阻力资金不再增加 开始减仓 我们一定要做减仓的动作 好我们看 这一天呢阻力资金不再增加 开始减仓 虽然当天是个阳线 但是告诉你上涨的动能出现了乏力 这个时候我们更多的考虑减仓或卖出 为什么先做减仓处理呢 因为上呢都是有惯性的